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过年也不能破坏酒 过年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酒 我发现冯老师刚才我发现一个细节 他这个录两集 他拿个很有品位的一个小西湖 喝的是什么小二还是 威士忌 我跟你讲 我也试过 有时候主持节目 我上台 我拿小二喝两口 曾经好过 发这个状态就好了 但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越喝越多 就你控制不好这个量 后来我问过很多 包括他们玩摇滚的 我说你们喝点上去行不行 他们就说 主要是很难喝到那个点上 你一喝过来 你就控制不住了 控制不住 我是这样 我是上台的时候 是舌头 我只要让舌头软了 所以我不需要脑子嗨 脑子见到二倍就可以嗨 对吧 稍稍当然见美女也可以嗨 更是这个舌头 要不然我也 我早前是个结巴 所以说如果 我也是啊 对 我小时候是个结巴 我如果 现在偶尔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就脑子有时候比舌头要快 所以让那个舌头呢 稍稍软一点 这么着呢 就可以说的快一点 你知道现在有的这个观众 也投诉我 说我有的时候结巴 但是他们的分析啊 跟你正相反 是 他们说我的 我的嘴 不是我的嘴比脑快 对 都说我迟钝 那你比我惨 你嘴太快了 但是 我跟你说 我的辙 就是说 我发现呢 就是上台之前 不是过去有那个念念叨叨吗 老说那个 吃粗子 就是有点帮助 能让你舌头啊 利索点 但是 现在我有一个 更善巧的一个方法 你知道吗 吃不一样 不是 我就上台之前 我第一次 给你们透露啊 我上台之前 我这个非常快的 像绕口令一样的念什么呢 那个心经 观自在菩萨行身 波罗伯罗比多时 就是这个 就是非常快的念一遍 好像能把舌头 倒得顺一点 就纯粹只是为舌头好 不是为你的什么心灵安定啊 你看这反映了我的宗教心理 就是什么呢 实用第一 至于不可信的部分呢 没坏处 说不定佛爷的加持 没有也不要 这说出来也挺迷信的 心经至阶巴 他这个也挺对的是什么呢 你先把枝巴 先把阶巴制了 就说不能学阶巴 一学阶巴就变阶巴 先把阶巴制了 至于心里能胜多少 那是心的事 没准它可能成大僧的 对吧 就像听念佛的一个树 听念佛的石头 听念佛的猪和狗 对 所以我现在觉得呢 就是我甚至发展出了我的理论 就是过去我们这行有叫波音腔嘛 我就是说 冯唐有时候也对这个感兴趣 我说这个语言的质感 过去咱们很单一 对不对 咱们就说广怨波音系培养出来的 那个语言是光滑的 对吧 当然我不否认 那也是美的 比如就像那个陶瓷 汝瑶 你是光滑的 典雅的 一字不错的 对吧 你特别流畅的 这是一种美 可是我结结巴巴 为什么不是一种美呢 我结结巴巴 也许就像牛仔裤有破洞 是 是 是吧 对吧 他也是 而且有时候他生动 中国欣赏这个话过去 第一条叫气韵生动 有时候我觉得我结巴一点 还生动 真实一点 就把你内心那种 对吧 小狡猾都能暴露出 对对对 这些就是嘴跟不上大脑的迟钝 是吧 而且我常常觉得不同的人的声音 是有不同的美感的 但这个声音就主要 你有没有找到对的言语 搭配的声音 像那天我们跟余秀华做节目 他朗诵他的诗 那余秀华自己觉得他声音不行 因为他 我们知道他说话比较有点费力 听到我感动 对 但是就像他那回在人大送诗 学生们也很感动 但就因为你知道那个诗是他写的 是 他写诗的时候 是有他的声音在的 没错 那个声音是他自己的声音 当他这么说出来 那是他的一个 他带了很多的信息 从我这个角度看 这也是为什么 我有一个这个微信公众号 就整天是读书在睡觉 我捞了几个诗 有时候我因为在翻泰格尔 泰格尔飞鸟集翻完 我拿英文读读泰格尔 然后自己读读我自己翻的 虽然我声音肯定没有 到老是好听的专业 认识到这一点还是很好的 我毕竟不是 那两个 我写作也没有 你写的好不好 你认识这点也很好 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喜欢读 还是因为是我翻的 我自己用自己的语言 哪怕那个英文 我是传有味的英文 就是喝点酒之后 或许会好一点 我也没纠正 大家也就认了 其实特别特别惨的时候 你敢于暴露自己弱点的时候 大家也挺开心的 说这么一个人终于有点弱点 妈咪太高兴了 是 所以 还是要真 而且 我发现你们作家 这两年老爱说一个词 就情怀 是吧 就说好像这人要情怀 可是我自己的生理感觉 你就没情怀 对 但是我觉得更决定 更决定结果的是状态 就是可能因为我干的这个行业 就你当时你这个人 你比如你喝点小酒 是 你是为了一个 你处于一个什么状态 这个状态啊 特别重要 但这个状态就是 我觉得就沿着刚才 冯唐老师讲的 就是你的 你能不能很真实的 把状态表达出来 真实到什么地步 我记得以前 我看有人写影评啊 写这个德国一个大典 法斯宾达 法斯宾德的电影 他说法斯宾德的电影 为什么好看感人啊 他提到这么一句话 就很有意思 他说法斯宾德这么勇敢 勇敢到一个地步 乃至于 他把自己最虚弱的 最卑鄙的 最怯懦的那一面 最不好的电影 都拿出来 对的 坦然的交给大家了 那这是真我 直接出来了 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是是最难最难 但这样的状态 这样出来 那么的真实 就跟文化学者 我怎么又 接着这个说呢 其实写小说 到底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卖两个大坎 一个大坎 就是自己这个坎 一个这个坎呢 是所谓社会的坎 社会坎就无非是 哪些是禁忌 哪些是能说 哪些不能说 黄啊 这些有可能还容易迈过来 你毕竟说 OK 我大不了不出了 我大不了 这个编辑 好好给我捡捡 对吧 了解规则就可以 了解规则 你可以选择 按这个规则出 可以选择你自己割心理 但是你还是能迈过去的 自己这个坎 在很大程度上更难迈 自己的坎 也是说 OK 你敢赤身裸体 把精神赤身裸体 试给人吗 你敢吗 特别是什么呢 年岁大了 你所谓带引号的 见识教养多了 你会出现说 好像我能看 看清 看什么 风清云淡 一切都是浮云 看清好多东西 可是那个时候 在冒出一些小念头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给他捏碎 说这太不值得一提了 你这么大人了 这么有有见识 你还为这个着急 丢不丢人呢 丢不丢人呢 丢得起这人吗 就经常说的嘛 但这时候 我觉得最关键的 一个创作者 甚至一个 对吧 这个文化学者 要保持足够的 谦卑和真实 就是你心里冒出来的 它就是存在 存在 你给他好好看看 哪怕很蠢 很幼稚 那有可能是 最闪光的东西 这个是吧 所以这个 他这么一说 我想起 你看为什么 我们当不了演员呢 我那天就看见 这个思情高娃 讲一句话 他说就是我们演员容易吗 我们演员就是 把你们平常 最见不得人的 那些情感 我坦露出来 给你看 因为我表演 就是要表演到 这个程度 我调动 我的平常 咱们说你急了 你哪 你都是在 你很私隐的场合 对吧 演员是要把 他自己最赤裸 其实于某种程度上 这比看他的裸体 还不好意思 更不堪 更不堪 对吗 所以为什么 我老讲 就是说 你像你刚才讲 这个于秀华 刚才我还跟这个 同堂讲 我那天他就坐在这 我觉得 我对他的状态 很惊讶 他让我很惊讶 因为不管他的诗 写的怎么样 他毕竟是一个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 这么一个人 一辈子几乎没到过这种 到电视台这种场合 可是我居然 他表 你看他讲话 这种自在 炼达 这让我很惊讶 那就是天赋 这是天赋 这就讲 过去的古话叫 为大英雄 能本色 就是很多人不敢 把自己表露出来 是因为他还没有这种天赋 没有这种历练 他才不敢自在 你刚才讲 这种天赋 跟通灵有关 或许 我想应该是有天赋 应该是有天赋 我呢 就是在讲话这边 是超级每天 我为什么反映 你说这俞秀华的事情 我小时候我记得很清楚 四岁 不是四年级 我第一次当众说话 在那个学校 作文得奖了 念念作文 我是这么直着站着 面对大家 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到 我这个小腿肚子 是翻到前面去的 这个腿肚子是翻到前面 一直在抖 后来直到很 经过很长很长时间训练 觉得 好像我无论从知识积累 从见识等等 好像不应该比一般人 要差太多 才慢慢有点信心 你知道 不一样 我也是几年级 我当年第一次 这个在学校演讲的时候 我深刻的感觉是 一股暖流顺着左大腿 我玩家 你这个比较严重 你确定是前面还是后面 后来他们说 确定是左边 将前三远行 不去广告 接着来 又忘了 我就说 刚才你刚才讲的一点 我觉得挺有意思 他就是说 过去每个村 都有这么一个大神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大神 有的时候 他等一下 他就进入这个状态 进入一个状态 就是附体了 甚至于你看 我们过去西藏采访的时候 我曾经知道 他们那社科院 研究这么一些人 格萨尔王传 就这个 格萨尔王 对 每日每夜的这么背 文盲 是文盲 然后就是 往往就是发了个高烧 小孩就发高烧 醒过来之后 道送无流 就是他们拿着那个录音机 为了整理 这个格萨尔王传史诗 录三天三夜 是不是 他们说有没有背诵的 有 但是背诵的 常常 比如说大概 他只能背诵十几卷 而且错的较多 就这种不识字的 哇哇哇 你说这是什么一种现象 反而就像 隔空 把一个U盘 搁到这些人脑子里去 医院上还有一些人 他是经过 比如说车祸 或说一些 很奇怪的变故之后 他忽然能说一种 他原来没学过的语言 就跟你说的现象 可能有点会讲外语 没错 脑子里 我不知道 因为我毕竟是学 这个自然科学 学学医的 但我不能完全排斥 有些东西 我们是完全不懂的 对 就是现代科学解释不了的 忽然他有 你有些知识积累 是来自于 遗传的某些东西 或什么样子 就忽然会会产生 但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无论是 医学华这种状态 还是有些人 我具体就是 举个自己的例子 就像写东西 就像我自己也写诗 我就跟你说 我自己写诗 就忽然 40岁那一年 开始 诗如泉涌 我一共就不到 200首诗 100多首 都是那一年写的 然后忽然 就不太能写出来了 就产量就拒减 也是莫名其妙 就那一年 后来我和他一看看 我觉得还 OK写的不错 然后OK出一本 也可能这辈子 就这一本了 所以别人跟我说 你能给我写首诗吗 我说我送你一包 这辈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说要写诗这个状态 我真的遇过一些奇怪的人 比如说我有一个 很要好的一个香港作家朋友 他小说写得很出名了 已经写长篇小说 但是呢 他除了写小说 散文评论之外 他从来不写诗 但后来我们就发现 他有个怪事 就他小说里面的人物 都是诗人 所以要写诗 对 那么后来比如说 有些朋友就办诗刊 你写诗吧 我不会写诗 怎么你怎么不会写 小说底下人物在写诗 他说是他会写 他如果不用小说人物身份 他写不出来 那个诗 这个真是 这个跳出来呢 其实是所谓的 有些人在某些时候 他当了一个戒指 英文叫media 他实际上是帮助传递 某些想法 有些是潜意识在作怪 有些不是他自主能做的 这块跟体育运动还不一样 比如说你头篮 你跳高 就是你自己 你是能相对来说控制的 可是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我自己有个体会 有时候真的 别人可能骂 说超级自恋 臭啥 但有时候真是老天在帮着你的手 自在往下流 没错 你知道 这就像是人们说这个爱情 不是你爱上了一个人 而是爱情选择了你们俩 在某一个时段 对吧 甚至你要担心 他说走就走了 是的 这就跟很多文人的 我觉得中国古代有一个谁 就是江烟的传说 就是他五色笔 就是江烟的传说 有个成语叫江郎才见 我觉得就表达了你们文人的焦虑 就是说江烟少年的时候做梦 梦见一个仙人 给他一只五色笔 从此之后就失财 江烟就是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已 他失财大尽 做很多很好事 但是大概到他中年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又做梦 梦见那个仙人说 行该还了 拿走了 醒了之后 从此不行了 就叫江郎才尽 这真是 英文叫writer's block 对 writer's block 就是你遇到阻碍了 但很多作家都会有这种问题 尤其德诺贝尔讲那些 像传达昌尘的 就干脆自杀 就是他一旦 他天天写的时候 我觉得好作家最大问题 就在你写了一部 人有时候真犯贱 还没写出好东西 人家拍手的时候 你就期待我要下一步要怎么来 写出来大家都说好 就开始怕 完了 我写这个写成这样 自己知道自己写成怎么样 人家也说好 我接下来怎么办 又在担心 又在忧虑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奇怪 有些作家 幻得幻师 幻得幻师 他写了一部 尤其年轻的小说家 刚出道 他的成名作很精彩 往往他第二部小说 会很不好 他要再好 是再过多一段时间 很常见 这个情况 最近朋友圈里聊一个话题 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的 一些大导演 他总是第一个电影最好 往后就一个不如一个 就说这个有很多解释 你看有些人说 说还是底子薄 但是也有些人说 说第一个的时候 是他最淳朴的时候 他也没有名利 或也没有很多算计考虑 他就积攒了多少年的一个表达 你比如说 假装的 假装的拍一个小五 就像纪录片似的 这就是他最熟悉的生活 他憋了多少年 他出一个这个 但是再往后 是不是有作的成分了 有时候 我倾向于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也老生常谈了 才学识 来套这个所谓的艺术家 咱们如果他能出一部好片子 一部好长片 说明这个才一定是有的 就老天给你这个东西 要不然你屁都出不来 对吧 这个那么多人整天在出东西 为什么你能冒出来 但是到了后边 这个学和识就产生了作用 对 就也结合刚才 这你二位说的 这个学呢 是二手经验 石呢 是你亲肠 见识这些东西 构成一个你的武器库吧 就可以说武器库 就是你内心老天给你那些东西 我自己觉得 你应该跟这个学和石打通 形成一个活水 要不然你只是只能挖自己那点东西 有时候也挺苦 也挺苦的 挖很快就会挖完 而且是为什么有的做创作的人 我发现有一类型做创作的人 举个例子 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一个做外国 在他村上村树 他很早的时候就是为这种事做准备 就是说他想我要当一辈子的小说家 我现在写的小说也许不够好 但是我要越写越好 但是一般就像我们刚才讲 小说家要越写越好 其实是有程度的 跟任何创作家写诗也是一样 那他怎么办呢 他就从小 他就很年轻 在为这个事做准备 就是要培养自己那种韧力 比如说他跑马拉松 他把写小说当成像上班一样 每天固定的时间 写不写得出来 就放在那念 他把它当成这样的一个 长期的慢跑的状态 你的状态就转变 你状态转变 这时候有时候可以熬过这些难关 但是你说这跟他们成名成家之后 离自己原来熟悉的生活 远了有没有关系 这时候我为什么搬到了 又搬回了添阳柳 其实接着文涛你刚才讲的 你刚才说的一个智阶本的诀窍 我也我也教一个作家的诀窍 其实三点 跟文涛你刚才说 孙上纯述也有关系 我觉得第一个 你要敢于开头 就别老整天憋着 开个头 第二个要建立屁股跟椅子的友谊 你要坐得住 这才叫作家 第三个必须结尾 你必须结尾 就必须你把你写完 就是我们叫挖坑 我见我有一个朋友 他写过二十几个开头 那开头不是一个简单开头 两万多字三万多字的开头 就没一个结尾 这说到马拉松 转回来 其实好玩在什么地方 就说地狱这块 一方面就说像村上纯属 我听的意识 它是有规律的在不同国家 会住个一两年 不同的城市 我因为工作机遇的问题 被迫到处乱跑 反而我说回来多在故乡多住住 所谓的故乡 我的定义就是你在二十岁之前 待十年以上的一个方圆无礼 反而是更小的故乡 所以说我觉得两种东西 可能都要掺插起来 你的根在哪 然后你的这个树冠能长得多开 而且你比如说 他们就说有的这个大导演 就就从路上经过说 这是秀水街 你看他已经连秀水街在哪 他也不知道了 我有时候从一个庸俗的角度 理解这个问题 当然我可能说的是我个人 我觉得中国人是不是有个小富吉安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时候生活境遇一改善 日子过得好了 周围都是名流 一交往起来好家伙 都在电视上见过的人 对 搞点生活趣味 他进入了一个那个空间 他在那个空间里再琢磨出来的艺术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可能小圈子欣赏 但是呢 好像就是你说能够大家让多么有同感 就觉得隔了 转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 你有没有办法跳出来看自己 看自己的作品 看自己的甚至三观 有没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 用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 这太重要了 因为有时候我看咱们成名的一些导演东西 明显三观上 跟常识上有出入的 但会非常最新的在这种三观里边 我能可以想象 就周围的人一定是在哄着他 他自己就缺乏特别珍贵的这种自觉 跳出来 你到底搁在历史长河里边是个什么东西 没错 而且你说 因为有时候我也在想 就是因为尤其电影跟小说还不一样 小说一个人孤独的写作 直到给编辑之前只有自己看过 但你拍电影不是 拍电影是集体创作 一个电影拍出来 如果让我们觉得有严重三观问题 那不是导演一个人的问题 你也见过这些三观有问题的电影 对当然 那是一大帮人的问题 你身边这帮人是怎么回事 就是怎么 你从故事剧本到拍摄过程 到你演员来演戏 难道整个过程 所有人都觉得 对 这是好的 就这么办 对 会这样子吗 这好奇怪 是不是 你为什么老用三观不正来看电影 这是个解释一下 我觉得三观之外是技术问题 就是所谓故事编的圆不圆 画面拍的有意思没意思 但是说电影作为一个大众传播工具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传播三观 包括咱们说的 比如说女生有没有权利自己掌握自己的身体 像这些 如果你用一个这个咱刚才讲的直男癌的心态去拍这个电影 哪怕画面再美 对不起 我看着会很别扭 他讲的这个点有意思 他讲这个点有意思 而且这个电影真的我就觉得是 就是他有他作为商业的一面 他就要服从商业规律 我前两天跟向华强吃过一顿饭跟他聊 他当年香港电影向华强向华盛 我都想不到 他说你知道我们投资拍电影 就是我们是生意人 对吧 他说我跟我兄弟 每天晚上看香港电影院的午夜场 因为他说午夜场观众会比较放松 12点 他说看什么 他说什么时候笑了 什么时候他们骂了 问候老母了 他们都拿小本记下来 然后哥俩回去要研究的 每一个地方笑是为了什么 骂是为了什么 我才知道这才是 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生意做的时候 他是这么来研究的 现在据说有一个更好的手段 是有现在有谈目了 就是大家一边结合这招 刚才说手机 一边看一边吐槽 就是这事也挺有意思 可以谈到屏幕上 对 就现在我就得向年轻人学习 我就觉得过去你知道 像现在甚至有人建议 我们强强三人行 要不走这个谈目 我觉得我过去的剪辑观念 就是尽量少 保持原貌 对吧 尽量少喧宾夺主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发现不一样 因为他们有些大学生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上面 所以你看他们看的东西 都是冲飞出一个设计对白 冲弄出一个设计对白 发现了 说是 这是 去 取消灭 尽 not 有 看